上去 那你自己去就好 你若要去就稍微一下 因为这一次 其实我去之前我想了很久 我说到底要不要去 因为我的膝盖真的很差 因为我之前去 我是去调整了 而且我要去之前 我的脚是这个膝盖是肿起来的 然后我们下来同修就一直在笑我 我说你买不去 你一千都买这个 你通修过去就不对 因为你通修过去 我就要收一台钱 因为平东家里太好有事情 所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 然后他一直笑我说 你一千都买这个 你买不去 一直在取笑 然后他说我就一直想想 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 然后我心里很挣扎 但是我有一直很想去很想去 然后我就在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 就在这里说 你放你 我放你 好 我决定要去了 然后我再去断念我的脚 我那天我一定要上去 然后就是 真的经过了这两天 我真的我心里非常的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到那天 因为我心里是很无法行 所以在主要的时候 主持人在帮大家加持的时候 就穿来这样 就很麻烦 那这跟我讲说我们非常大意 因为这次去 我真的我觉得我好高兴 所以我说我想说下次要再去 我一定要再去 因为那个 我先帮自己也说 没有 我们我们我们再 下次我们一起再上去 好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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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所有的 我觉得真的 第二次要上去的话 有谁要上去 要上去 第二次要上去的 想去的举手 哦 如果说 哦 我有讲 下次 他家戳人去 就是 丁太师久了 对 诚言 可以啊 可以啊 以外啊 还有加强一点 那天在那个廟宫 他心里我不会他 然后我上去也没有看他 我只是看到一个人在那里面的事情 然后我就跑去厕所 厕所下来坐在大庙门庆的时候 坐下来的时候 主持人非常高 然后一直看他 我说主持人对我看他在那里面 我以为他是刚好的在那里面 然后主持人你要让我看他干嘛 因为主持人在我的眼里面去看的的话 我没去看到他放下去 我没有 我只是看到他穿牛仔裤 他都没有在爱情下 然后主持人说 我传来的讯息 主持人说你很辛苦在这关你这一切 但是我不认识他 你的姓名吗 我不是要跟他姓什么 后来回来 我不是有跟他加赖吗 然后其实我们给他的印象 又是素质不错 再来就是他是 我以为他是个道长 我说你 你把我回来看到你的那个照片 才发现你把法器 我说是要称呼你一身道长吗 那时候十五十几年前他是就是有 奏子的 就是有道长的奏子 奏子的 所以我后来第二天 你不对喔 我说主持人说他是法师 然后我说你应该是法师吧 他说对他是道法师 但是他说虚有清明 其实他不是要这些东西 那其实他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也一只好 然后很低调 然后对主持人很恭敬 不是因为他今天到法师 他就是看我们家 没有 他很低调 然后我今天跟他说 那个早上他有那个 穿一个影片到早安嘛 那他说他昨天今天都很忙 我说在忙什么 他说都很多人上来 我说喔 他能不能分享一样照片什么 一叫船来都是一些欧妙的 欸 欧妙去里面 我才知道我们原来主妙也是很热闹的 就有一道教的去那边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他没有影响 有没有这样子 那其实他对我们的那个 的印象就是 所持得很好 有没有想到那些欧妙 别人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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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好 那 祖师爷刚打理那一下 就刚刚跟他讲 他是被排除完了 威胁不可的人 因为祖叔要求他妈妈的名 你要亲自上去打谢 所以我已经给你点尾压盖了 你真的不可以去嘛 你一直说 你没有黑他要怎样怎样 我就不讲话 其实你们平常师父在讲什么 在问你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我会要问你 特别问你 那一定是祖师爷在点你什么 但是我不会明讲 我不会明讲说 祖师爷会你去 会要你去路口 这样变成是祖师爷要求你去 不是你自己心 自己发心要去 所以有时候我都点一下 点一下 你听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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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表示你的心不够那些 对 因为就是有一点 有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我们要改变别人的想法不容易 先改变自己比较快 所以我就顺着大家 买起来的人 起来不起来 不要起来 想逼人家上去的话 他自己对他原来的事情 安排的也是很挂心 然后呢 不好意思 我看人家上去的